据观察者网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有钢铁之都支撑的皮斯堡市 向钢铁工人发表讲话时宣布多项对华贸易措施 包括提高对华钢铝进口关税 并对中国在造船海事及物流领域的贸易做法启动调查 拜登认为由于中国钢铁公司产品远超本国需求 所以中国最终以不公平的低价向全球市场倾销多余的钢材 中国政府向本国钢铁公司提供高额补贴 导致其价格远低于市场行情 让美国钢铁产业处于不公平的竞争地位 拜登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考虑 将对中国钢铁和铝产品的现有关税税率提高两倍至25% 根据美国贸易法中的第301条款 钢铁和铝产品的平均关税为7.5% 与此同时美国还将与墨西哥合作 防止中国未躲避关税通过墨西哥 向美国出口钢铁和铝产品 拜登称 美国政府已经派遣代表前往墨西哥 与墨西哥总统进行磋商 美国和墨西哥将共同努力解决这一问题 目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宣布 对中国启动301调查 涉及海事物流和造船产业 理由是中国在这些方面的贸易行为 政策做法不公平 拜登表示如果调查显示 中国存在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美国将会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措施 美国政府认为提高对华关税 能确保与中国展开公平竞争 是保护本国贸易的必要举措 但纵观美国政府近些年来对中国 采取的关税政策 结果适得其反 增加关税不仅不利于缓解美国的经济困境 反而会刺激美国物价的上涨 加剧通货膨胀 此外美国提高钢铁和铝的关税 将导致其价格上涨 从而可能增加与钢铁和铝的相关商品的成本 或连带影响其他下游产业 影响到美国人的就业和生计 据了解 今年美国将举行总统选举 拜登在大选前夕 转向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做法 与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的做法如出一辙 二月份特朗普扬言 他若当选不会和中国打贸易战 但会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加征60%以上的关税 关税问题是特朗普获得美国选民之的重要议题 而在拜登执政期间 经济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成为拖累其政治命运的重要因素 因此拜登效仿特朗普在关税问题上大做文章 不排除是为拉拢选票 对于美国新的贸易保护措施 白宫表示 为了保护美国制造业 免受中国不公平贸易的竞争 维护美国钢铁等产业工人的利益 拜登则表示 美国不希望中国对抗 而是寻求公平竞争 拜登还认为 他提高一系列进口税的新决定 不会导致其与中方高层的关系变差 需要指出的是 关于美国对中国的经贸限制措施 在中美经济工作组第四次会议上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廖民 在华盛顿向美方表达了关切 并就产能问题做出进一步回应 此次会议上 双方围绕落实牵头人重要共识 就全球及中美宏观经济形势和平衡增长 下部沟通安排等议题 进行了深入 务实 建设性的沟通 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交流 会议结束后 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 会见了中方代表团疫情 在经贸问题上 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展开合作 有利于全球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希望美方能够本着互利共赢的立场 同中方一道巩固中美贸易关系 感谢大家订阅